整本帳簿你知道嗎 除了李文宗財務部以外 我們其他人都沒看過 這話一出 柯文哲等於將帳目把關不立 都推給高中同學財務長李文宗 你不可以把我整個捐款的收入 1.5億算作是你的父母 所以他抽10% 柯文哲要解釋的就是外界不解 為何進辦給了木可1500萬元 根據柯辦說法 原本是設定最多提撥小物成本的10% 也就是139.9萬元給木可 但木可主張是要拿整個斗內換小物 總額1.5億的10% 也就是1500萬元 雙方認知差了1360萬元 就是忙的時候你知道 木可不是跑去支援 那個財務部的工作 他就是一人身兼素質 所以後來出現了角色衝突 一人政黨公司不分 柯文哲到底是世人不明 還是因為太清楚 李文宗可以幫他幹壞事 這可能未來檢調要查清楚 與木可的關係 還是有不少人有疑問 不過後來柯文哲 花了競選補助款4300萬元 以用自己的名字買了商辦 也引起討論 台灣民眾現在需要一個 在立法院旁邊 設一個辦公室就去買了 坦白講用我個人名字買的話 監督的力道更大 是不是反而是相反 是因為他不想選舉了 所以才買了這棟房子 因為黨主席是不用做財產申報的 到口袋的錢 看來都要用於黨中央 但先前被發現 競選補助款竟然有三分之二 留給自己 何文哲說是參考他黨 台灣民眾黨一開始設立的時候 建立的時候 它的很多制度都是參考民進黨 是不是本來就打算要透過這樣子 無鬼搬運的方式 讓金錢從政治線信專戶 流入柯文哲的私人帳戶 那我拿到這個錢想說 這個錢 我們也不可能把它吞掉 在假賬風暴連燒近三個禮拜後 還有多少小草願意相信這句話 記者郭鮮陽 莊良好 台北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